桃花盛开,美艳动人 怪不得会招风银鸟 还没欣赏够呢 转眼就是满树小桃子了 欢喜之余,需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要狠心蔬果 今天我来分享我的桃树蔬果基本原则 希望你跟我一样能收获美貌美味的大桃子 我知道大家都很舍不得蔬果 我也一样 但必须蔬果的原因有二 第一是因为树本身承受不了那么多的果实 特别是年幼和年老的果树都不能负担起多子家庭 如果过劳了,就会容易造成结果的大小年 第二是因为叶片所能提供的甜度和能量是有限的 果太多了就会长得小而且不甜 所以我们需要将营养集中 甚至有一个理论是说 三十到五十叶片供养一个果实最为理想 蔬果不能太早 特别是在果实还没蓬大前 最佳蔬果时间是当你的小桃蛋 很多长到大约两厘米左右的时候 不要执着于月份 因为不同品种和地区生长期是不一样的 在两厘米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很容易分别大小果了 所以桃树蔬果基本原则一就是去小留大 像这两颗靠近的一定是抹去这个小的 基本上所有的小果都要摘掉 蔬果的时候需要小心一点 像这样转着,就不会伤害到想留下的大果子和枝条 这几颗长势都不错,但不能全留 因为蔬果原则二就是两果之间的距离最好不要小于十厘米 这就意味着两个在一起的果子虽然都很大 但只能留一个 甚至一簇果子也必须狠心割舍 十厘米基本就是我的拳头这样握起来的最长距离 这两个果距离完美 可这三个呢,中间这个就多余,必须去掉 这么健康的样子,真是舍不得啊 但是只能再建,化作肥料更护果吧 那么这两个果应该怎么取舍呢 这种朝天果不能留 因为将来长大了,如果遇到大风会容易挂掉 头冲地的这种呢,也可以牺牲 因为以后可能上色不理想 像这样,两侧对称的最合适 这就是蔬果原则三 尽量留两侧果来获得最充足的阳光 最好左右数量相等,以达到重量平衡 这一支果实之间距离很合适 但有个问题是,四颗果,三颗在同一侧 如果两侧各有两颗就完美了 这个果子太靠近主干 一般会建议在靠近主干十厘米内的小果都去掉 顶端的果子也最好去掉 长大后太成了容易折断枝条 所以蔬果原则四就是尽量在枝条中段留果 靠近主干或顶端十厘米内不留果 看看这个双胞胎,虽然很可爱 还是要很新去掉,这个算是畸形果 所以蔬果原则五,去掉双胞胎等畸形果 当然为了好玩,留一两个双胞胎也是可以的 水肥充足说不定也能长好 这样蔬果之后可能还有不少果子 那么一根枝条上到底该留几颗果子呢? 理论上,短枝不留或留一个 中枝一到三个,长枝留两到四个 是可以收获商品级别的卖相 不过我们家庭种植可能要考虑松鼠破坏 人为喷处,桃树本身的淘汰调节 也许有些地方还有自然灾害,比如风灾,火冰雹等都会造成意外 所以我觉得适当多留一些,以两三倍来留果是很合理的 果实稳定后,还是可以根据生长状况继续二次蔬果,也叫定果 最后总结一下,其实这些原则只是基本指南 大家也不必一定拘泥于此,具体情况下可以灵活操作 我这次随便蔬果就有两三百棵以上了,而树上还有很多 所以大家要狠下心来蔬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收获又大又甜的果实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